詞曲 李宗盛 我们最近刚刚刚谈的这个趋势的时间序列 我们时间序列的像我们从这个820世界可以看到的 820世界上方17-9那个图啊 这个时间序列显然看到一个发现它每隔的四年它会有一个高点 然后又在降下来 大家来探通上去 然后到了一个高点以后下降 所以它呢事实上呢是有一个高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虽然它在转型当中有一个高点 发现这种高点啊 每个一段时间它是一个高点 这样的时间序列 人们要探讨 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掌握这个时间序列它的开论 那以后它开论之外呢 你会发现其实它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是线性 那么这个线性的趋势 既然是它的一个特性的话 当然它有其他的一个趋势 那线性趋势就是说的一种 我们想要呢去掌握 这个线性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描写它 你描写这条线的 那这些都是点 穿过这一点呢 当中呢 画一条线性 这条线性可以代表它的趋势 这条线性当然是希望 跟这些点的差距越小越好 是吧 你看它不要再跟这点的差距 是这样的一个差距 我们希望它的差距越小越好 画一条线 这条线很明显的符合我们所谓的最小平方 核 最小平方核 这样的概念 物差平方的最小化 画一条线性 简单这条线叫什么 直接点的 回归线 它符合回归线的概念 所以啊 如果你有这样的直接区别 发挥需要穿一条线 发过这些点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些点 就把它当做事了 你要找这些点的 可不可以解决 这个就产生了我们 八百二字节底下 十七之十 那样的一条南色的线 翻越过去 这些点 那么这个上会我们提过 这条线呢就是所谓十七之四的这一条 这一条啊 这条线的一条线 一条线 在时间点小一 带到这条线里头去 可以得到呢 它的趋势上头 到底这个点呢是多少 这是趋势 在时间点一的时候呢 这个趋势 趋势线上面的点 坐标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 就用我们回归 这个 四张的东西 像十七之五和十七之六的 可以算出啊 它的回归的细数 那么回归线上面 这两个细数的 一个叫B0 一个叫B1 我也可以看到 那么这样的一个细数的计算 我们可以 去看呢 读报表 十七至十一这边就显出了 那上回我们说到 你的MHC的状态 两种一种是处于它的自由度 它的自由度是八的 N1-1 现在N是等于10 等于10-2 Bn是处于8 可是呢 在826年里面 有一个MHC是处于10的 显然这两个MHC啊 概念不一样 右手边的MHC 则是呢 你算回归的时候 算那个回归意义上面的MHC 但是826月的底下 这个MHC的状态 是时间序列上低的 的这个MHC 那当然你要处于10 因为那边 它牵涉到10个礼拜的 才得到这样的一个商务归 才得到这样的一个商务归 所以你要算它的平均的这个商务归 那么当然是要处于这个礼拜 所以得到这一个礼拜的 的一个互查 提供可乃 去帮忙找出一条代表趋势的一条线 那么这条线呢 蓝色的这条线 就是一种线性趋势的一条线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测方法呢 预测趋势的方法呢 我们把它叫做 Vinion-Send 是Greater 线性趋势的回归 这变化是线性 线性趋势的回归券的算法 就是用回归 现在我们谈另外一个 也是跟线性有关的 和它叫Horst 有Horst这个组织学家所发明的 Horst的Vinion 线性的指数 平滑法 这个指数标法比我们先前呢 在这所谈的Xn的固定 还稍微复杂一些 所以可以看一下 确实也比较处杂了 八百二十八页底下 十七十七到十七十九 这三个市 记得呢 我们以前呢 指数平滑法呢 比如说 你在T加1的时间点上面的预测量 可以用上一个时间点实际的包装量 以及上一个时间点的预测量 然后这两个东西做进行组合 一种加权之下所得到的一个量 这个量呢 可以当作再一个时间努力测量 可以预测量的 都没有这种方法 那当然 阿尔法呢 是借于0跟1之间的 它是一个 原重 是一个加权之间 这个方法呢 那我们上次的问题 就会看 事实上它不断的 最大的原因 你每一次算法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拿过去 从现在到过去 你开始的点呢 所有的每一个月的时间点 都放到这里头来 以呢 权重 越远越小的一种方式呢 所有这些历史上 过去的指标 全部方式 得到的一个预测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呢 它也没有这个概念 就算他说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 这个 我们现在 这个 他也没有这个概念 他说 我们可以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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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啊 我给大家图号 表解了 这个LP H呢 它提供一个概念的LP LP是什么 是level 比如说你的时间剧列 是在哪一个阶层上的 在第一个时间点 在第一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上面的乐 是算法是什么呢 是平常 在那个时间点上面的 实际包装量 以及呢 以及 有一个量 所以 这两个时间点的一个 选重 后面这个量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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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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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B B 那這個斜率呢 再加上那個level上面的 這兩個東西啊 加當作一個量 然後跟實際發生的量 這兩個東西做先進組合 很像這個概念 很像上面這個概念 這個是我們上面所講的 我們這邊所講的 從這邊開始 這個概念呢 再配合了很多 因為你這邊有一個alpha 跟1-alpha 這個alpha是所謂的smoking constant 那至於你這個V啊 是怎麼回事呢 我來看下一條 VT也是另外一個smoking的一個結果 好 好 剛剛這個東西啊 因為比較不做的概念 那 你現在 畫得出來 這個就很奇怪 因為你畫得出來 不說明 這是 這是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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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t加k的時間點上面的預設量 等於呢 在t加k的時間點上面的level 加上了透過這樣的協力 乘上k 時間的長度 和累積的一種的增加量 在原來的level 之上 所以會得到這個 你的focus 這個地方是個線線啊 那至於VT呢 是代表slope slope是怎麼樣的引擎呢 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線線組得到的結果 那level 一又是怎麼樣 update呢 怎麼樣更新呢 是透過呢 YT 這個地方的量 以及呢 這個量是什麼 這個量是什麼 這個量是Lt解1 降到V 乘上T解1 觀察這個地方的概念 特別是乘以1的引擎 那麼就是 每一個時間點 每一個時間的長度 累積之下的pocus 所以事實上 這個是pocus 這個量 是pocus 是吧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嗎 這個量是不是f小g 因為這個f小g 都會讓大家 叫f的t-1加上e t-1 那就我就代t-1加上e了 這就是Lt-1加上b saut t-1 乘上1 就是 所以它是fd 那這個fp啊 那這個fp啊 乘上呢 跟yp來做加權平均 就是上面這個改變 就是指數平法法的改變 所以 這個hose的這個 線性的指數平法 事實上 用雙重的指數平法 一個是 這個另外一個指數平法 然後Vt也是指數平法 所以它把東西搞得比較困難一些 不像我們先前講的 你只要一次的指數平法 那些複雜 但是它認為呢 你一次的指數平法 不足以 顯示出時間區列的它的複雜 所以考了三條式 就是像呢 我們這個 1717 1718 1719 這樣子 同學來看一下 我畫的图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能會 可以提供一下 可就是這樣 在這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是 是時間長度不管是多少 是吧 假設是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Level Level T 這個線段啊 這個長度啊 是什麼 是Vt Vt 所以它代表它的一個斜率 這個斜率啊 乘上K的 就是水平的 你看 我的時候 斜率乘上水平的 途間長度 乘上以後 斜率乘上它的水平量的增加 會產生什麼東西的增加 垂直分量上的增加 垂直分量上的增加 所以代表啊 你累積了這麼多時間長度以後 到底代表呢 你的垂直分量上的增加增加 就是這個概念 啊 加上原先所有的 所在的地點 Lt Level 那Level線多高啊 這個東西Level是這麼高 Level這個地方 然後看看呢 你透過這個trend 或者這個slope的一個增加 啊 那 帶來的多少的一個增加 那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focus 折到硬性量 那折到硬性量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f2t 2t 那下一個階段呢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段時間 想說這也是k 所以從這個預測量啊 這個預測量這邊 把這個預測量換成為下一個階段的L 這個Level 在乘上這個階段是什麼 這個階段的 所以這邊一乘起來 又再得到一個垂直的增加量 所以這個地方又變成下一個 f的 假設這邊是 t加2k 一個focus 然後 然後把這個focus這樣呢 又換成是L 啊 然後啊 1加2k 在乘上呢 某一個時間長度上 透過協力的一個增加 也產生下一個階段 一個focus出來 然後一樣的 每個階段都乘上差的時候 帶來的階段的增加 可以使用下一個 所以它透過這樣的方式 這種概念呢 很像的一間 有的地方可能說 這個p2k p2k就是一段一段的 一段一段的線性 這個Level有一段的線性 有另外一段的線性 有另外的線性 有另外的線性 可是呢 它不是 它不是一條線上來的 它是一個現在一個現在的 線性的組合 連起來的 所產生的一種 時間區域的處理方式 這個 這個 處理方 你的trend 在每一個階段的 才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它 它都會有VT 然後 在那個階段時候的 slope 也就是你的趨勢 到程度上 到底走多少的時間長度 所以 累積了多少 加到延白的那個 Level上面 就等到下一個階段的一個 Focus OK 那麼下一個階段的Focus 是在這個地方 Focus 在跟實際發生能量 又在產生的 性力 才是下一個階段的 真正發生能量 那每一次呢 每一個階段的 趨勢 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產生新的趨勢 新的趨勢 新的趨勢是什麼 就是 你在實際發生量上頭 在一段時間內 你的實際 你的真正的發生量 增加到多少 乘上呢 一個所謂的 平滑的系統 這個是另外一個平滑系統 所以這個平滑系統 可以用到 這個架構就用到兩個平滑系統 所以多過這兩個平滑系統 那另外 這個平滑系統 是對VT 對Slow 對Train 這一個呢 加水平滑系統 我必須要用到 這個加水平滑系統 它這個加水平滑系統 是Level上面的增加 以及呢 你的Slow上頭的 你這兩個東西 的一種限制度 得到的一個 還叫做Slow上面的 一個 那個 更新的方法 那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這樣的下落尾層 有三個概念 一個是Level 實際的 所停留的一個位置 還有一個概念是什麼 你自己多快的速度 產生增 增加或是減少 Slow 這再有一個概念 還有一個東西是 你夠過Level Slow 或者會得到一個 預測量 三個東西 不斷的 這種平滑系 建築 所累積出來的 有一種 對時間序列的一種條數 那這套系統呢 看起來就比較 超越普遍 那 基本上會做的 兩個介紹 我把他的圖 稍微畫一下 這樣 希望能夠有對方 有對 這個概念 我們看一下 這個830頁 幾段裏頭 基本上 把你的Level 1 這個是By Convasion 這個是By Convasion Convasion 它的 它有一個慣例 和大家所願共接受的一個慣例 把L1 就只把它當作Y1 然後 By Convasion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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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Y2 Y1 Y1 這兩個東西啊 是快用的 如果這樣的話 L1是Y1 V1 是Y2 Y1 V1 Y2 Y2 Y1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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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21.6 所以提法L1 221.6 21.3 然后我们来算F1 这个F1按到这个事情 应该是 F1应该是 L1 加上F1应该是没有 一开始没有什么定义的设计 也不然是被人的设计 不然是被人的设计 不然是被人的设计 我们再看来 我们再改标图 L2是更多的 L2跟绿 我们都讲这个地方 R2 Y2 L2 高层E-Alpha的行动区 L2 这个地方是F2 F2 这个F2是多少啊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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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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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F3 F2 F2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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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F2是22.9 那你的L2是多少 RF乘上Y2加上1.RF乘上F2 为什么这地方叫F2呢? 事实上你这地方可以探存是什么 根据这个设计 那L1加B1是多少 L1现在就是题目 L1是用多少 在830级的这上面 L1是0.1 所以它是0.2 0.1乘上Y2 Y2是多少 22.9 加上1-0.1乘上 L1加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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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2个0 那B2呢 B2的方法是 L1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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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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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L1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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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5 0.5 0.5 α1.加0.1乘上 L多少? L2加V2 L2是多少? 0.0.0 0.1乘25.5加上0.9乘上 22.5加上V2 1.3 2.9 22.9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算分多少? 25.5乘以1是2 2.5 加上0.9乘以1是24.2 24.2乘以2乘以0.9乘多少 然後再加上V2 3.5 3.5 所以8 1 0.3 3.7 0.2 1 2 2.7 8 2.5 2 2 3 3 4 2 4 4 4 2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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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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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加B2,表2是多少,然后在这边加B2,为什么是多少?24.2 对不对啊?数字跟对完完全一样 跟17.15的那个表上面的数字是一模一样 它全面错过这三个词词 如果我们现在这边所做的,你可以锁头上,你可以做这样的计算 回去继续把它完成,又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它原来是怎样的一种概念推导出来的 电脑当然可以帮你跑,跑出来的结果是17.15的这个表 从前面诺语 所以它的概念只有三个,一个是你的level到底在哪里 你在某一个level上,level update 必须要拿实际化的能量去跟 你Forecast 过一种生意词 Forecast 是你实际发生的,不是实际上的 就是那level 跟你的stopper上所产生的结果 就在一个Forecast Forecast 再跟实际化的能量 在做生意词,还是你的level 然后你每一次你的stopper,必须要认真 必须要做更新,更新的事情像这样的样子 所以它这个架构呢,用双重的这个直触平滑 这边有一个直触平滑,另外一个直触平滑 两个平滑,细数,好好的配合 所以这个东西呢,稍微不达一下 所以它的概念,背后概念还是两个直触平滑的概念 然后它可以帮我们得到一个直接序列的一个直触来 那么你得到这个东西以后,它会说你可以做Forecast 它会说这边呢,830页 中间那边有提交,你可以对第11年度的去做Forecast 它会说F11呢,是L10加上B10乘量的 那L10、B10都知道了,你当然可以Forecast出来的F11出来 在这一页,两个地方要跟特别硬错了 D行呢,D行呢,D行也有个L1,不是L1,不是L1,L10 第二行有个B1,不是E1,是B10 所以这两个下标要改一下 所以这个方法叫做Post Linear and Transforming 这个东西有点复杂,也没有画出给人家理解上 所以每一次你有一个发生量,实际的发生量 实际发生量,再跟你的预测量 你的Level和Slow上头,每一个产生预测量 实际发生量跟预测量,得到下一个阶段的位阶 什么,位阶再跟Slow,才是预测量 你们看,实际发生量跟预测量成为位阶 OK 那预测量是位阶再加上Slow,不产生的预测量 预测量就是预测量的产生预测量 你的预测量,必须要在你的Level 预测量是一个Level 预测量跟实际发生量 这个是预测量 这是实际发生量 这是实际发生量 实际发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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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东西产生性性组合 这个要得到的东西是 叫做 位阶 由这两个东西的性性组合 产生位阶量 位阶量的后后 Slow的概念 得到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 预测量再跟实际发测量再产生一个位阶 位阶再跟这个斜律 各产生下一个预测量 每一次你的预测量跟实际发测量就产生一个位阶的概念 实际发测量跟预测量产生位阶的概念 位阶让他们可能去update 可以得到新的协力 协力在管理的位阶上的预测量 它本身就有一个smoving的概念 还有一个循环的概念 每一次这三个东西都变好 预测量不实际发测量产生的位阶 位阶在透过sloop 有点趋势产生下一个预测量 下一个预测量再跟实际发测量产生位阶 位阶在跟趋势产生下一个预测量 位阶在跟实际发测量产生下一个预测量 位阶在跟实际发测量产生下一个预测量 位阶在跟节律产生下一个预测量 所有的问题 那个结构比较测量 在跟实际发测量产生下一个预测量产生下一个预测量产生下一个预测量产生 位置的发规法拆开来看 因为事实上你的趋势 你的趋势不一定是线性 你的趋势有可能是 piecewise 或者整个趋势可以看出不经有限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 830页 十七十十三 831页上面那个图 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你的趋势 你的趋势可以发掘 它可以成这样 那个曲线 对不对 这样的趋势 红色的趋势 你怎么去模拟它 那方法就是转向 刚刚我们都讲的 后续那个方法就是 我每个地方找一个线杆 找一个执动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我把它整个曲线的趋势来握 一直把它切割 把它拆开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趋势 每一个小段带有的那个协力不一样 所以 piecewise 一小段一小段 到线杆 组合 它连接去 可以产生一种的 可以去做任何的 非线杆的趋势 去产生一种连接 代表一种趋势的表达方法 由于明明是非线杆的 一定是把它拆开成一小段一小段 透过刚刚的三个设计 可以对任何的非线杆的趋势的 时间序列 做一些预测的价格 感觉预测去 这是它的方法 背后的基本性 对于非线杆的一种 时间序列 我们这边的景点谈 事实上你可以用 八百三十一的那个东西 你可以直接的 就假设说 它这个超路线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朗尼的直接的方法 就是说 它的架后是这样 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一元二次式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式 一元二次的一个式 它画出来的形状 我们高中资源 它有哪些形状 有 可以 二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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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线 还有 火圆 还有 圆形 双曲统 把它二次的话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形状 像 这样的形状 如果用共识 它很显然是一个 毫无线的一个形状 它 或者其他的 有种更广泛的 像 各样式的一些 性价格 这个 二次式的 这个 二次式 虚式呢 用二次式 这一个函数形状 这一个函数形状 表达它 给它设计一下 火圆形状 所以 二次式的 虚式线 把你的虚式 用二次式去 模拟它 那 模拟的方法就是 铁一个 赤子 像 17针 也就是 我现在 给它改版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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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来的话 有没有办法去找出 V1 和V2 这三个词出来 如果领后找出 那三个系组出来的话 这个 这个 你就已经得到 你二次式的 形式 它的 数字 你的函数形态 基本上 你可以掌握住 但是 这边呢 它提了一个概念 同学比较 也刚 学过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把 这个 平方向 把这个平方向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把 T平方 T平方 定它叫 T度 然后把 T呢 就叫 T外 那 B定都要做什么 这个是 事实上被改写成为 一种 陷阱 本来不是陷阱 既然被改写以后 变了一个陷阱 然后把它 相应的数据 相应的数据 是什么 T的数据 Z1的数据 Z2的数据 它是多少 每一次算 Z2的数据 就是把 T平方 换上过去 每一次算Z1 就把 T换上过去 我把所有这些数据 表出来以后 背着一个 Table 把这个DNA Set 如同 各位同学 你看一下 830页 底下 左下角是哪个 17是16的 比赞公司的营收的 请 各位同学 它第一年营收是23.1 我都写23.1了 第一年 假设我现在用T 1等于1 它的平方是1 21.3 第二年T是2 1的平方是4 第三年多少 27.4 第三年 我就写3 3的平方 就变成9了 其他意思类推 全部一共 多少年呢 十个年度 最后的年度的营收 是99.3等化的 所以就是 十个年度 那就是100了 你看 你看 我把这十笔资料 做这样一种转换 Z等于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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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样的转换的方式 交给谁 把这个FETAS交给谁 交给回推 转体交给你看 我们就可以估算出 你的D0 Z等于T 直接 用这种方法 去进市 去得到一个 你的 二次市的这样的一个 趋势 的一个方法 去计算出来 那事实上是一个 违规的方式 去把你算出 这样的二次市的一个 凡数的 前面的系数 应该可以做到 你看 他最后的得到 的一个 违规式是 830页底下 17.14 那个报表里头 Revenue 等于 就是你的 你的大T 等于 24.2 减掉 2.11 year 年 加上 0.922 年的平方 如同是报表 17.14 这个报表 得到的 一样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违规 那你再把它 再把这个东西 这个值 把它上回来 所以 最后它的值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 24.2 10.24 24.2 另外 是-2.11 -2.11 乘上T 加上 0.922 年的平方 增加 最后 这个值 可以变成这样 所以 这个数据是怎么办 这个数据 拿过去10年 去 用回归去算够 这个 这个值 也是一个 24 这24的 星数可以透过回归 得到 但这回归都团线性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平方枪 换成一个新的 一个 变速 全部都把它当中的一个线性 那下个足备 可以得到一个 足备式 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 火拽 有函数的形态 这也是 一种 特别的方法 我们下个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